今天玩得很开心 下次我约你啊 谁啊 在出去啊 行行慢 出去溜达溜达 哎对了 你今天下班怎么那么早啊 我今天有点累 所以提前回来了 我不是说了吗 你们那公司不忙 实际上没有宽松 你下来吧 你就去找个兼职干 实在太累了 不行了 还找什么兼职啊 去 谁啊 怎么了 星期了 我说你啊 现在才三点多 你下班回来干嘛 看电视啊 我手机啊 我都说了 让你找兼职 找兼职 我说的话你为什么不听呢 是不是我的话不好使啊 谁啊 我今天是真的不舒服 所以早点回来了 你说找兼职的话不找也行 你看我每个月工资五千多呢 除了我们二厂花销 还能生一点钱 这样不挺好的吗 五千块的你就支住了 你就这么点大出息了是吧 你觉得你已经够有本事的了 你看看我们家这个房子 你有本事就瞧你买大房子住啊 还自我感觉挺好的 就这么点出息 哦 你看看 这个家管指望我一个人干活 也不能总在家闲着吧 怎么了 嫌我在家闲着不赚钱了是吧 我要是能赚钱 什么都能干 我要你干什么呀 哇 今天是真的不舒服 我也不想出去找兼职 这样吧 我明天一定去找兼职 哎 等等 十七姐 早啊 你家住这啊 是啊 你怎么在这啊 哦 我妈家在后边 我这几天住我妈家 是吗 这么近 对了 我老婆在家没事 你要是有空的话 就到我家来找他聊聊天 没问题 我下班就过来 走吧 一起上班去吧 好 走吧 我想找一份兼职 你那有没有认识的 等等 你看我们公司待遇也不错 你平时干活还那么拼 现在还找兼职别累坏身体了 哇 没事趁着年轻多奋斗 最起码能买一套自己的房子 我一个女人 这也不认什么兼职的 就这一份工作 就能够养活我自己的 行 我知道了 你也别太累 别干兼职了 我先走了 好 你回去吧 你能不能找到兼职啊 我走了 没找到合适的 是呀 我托我朋友啊 给你找了换兼职 待遇还不错 下午六点到晚上十二点 可以给你一百块钱的 时间上刚好 到十二点 嗯 到十二点 让我回到家等一点了吧 然后我能睡几个小时在觉啊 一般正常年轻人 也就六七个小时睡觉时间 就能维持一天的精力了 而你不一样 你呢 要买房 买车 还要养我 你必须得节约点睡眠啊 给你四五个小时睡眠时间不够了 我把那个 地址发到你手机上 快去吧 你发给他 行行你发给我 我先走了 这手机弯带了 全我在忙 亲爱的 你知道了 现在就过去 我们家单位啊出去工作了 你给谁打电话呢 好啊你小阳 我送我的工资 你老说不够花 原来你把钱给别人了 只是朋友 朋友呢 叫亲爱的 你真让我少 你知道就知道 怎么了 怎么了 这样子没法过了 离婚 咱们本事啦 你敢跟我提连锅 行 我告诉你 你别后悔 别以为我离了你 就找不到更好的 谁离了 谁都能活 这个年头啊 就是这个样子 你赶紧点我活 别让我再看见你 滚啊